欢迎去收看米图新闻 为了庆祝今年的端午节 万丹省丹格朗市文德庙协会 携手丹格朗市文化与旅游部 于6月10号共同举办了一场 端午节年度系列庆祝活动 吸引了当地众多的民众积极参与 农历五月初是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 这天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以各种形式或习俗来庆祝 在印尼也不例外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万丹省丹格朗市民众是如何庆祝多诺节 近日万丹省丹格朗市文德庙协会 举办了2024年系列多诺节庆祝活动 旨在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多诺节 6月10日当地及周边地区民众 聚集在丹格朗市之沙达尼河边 或水神之地参与系列活动 其中包括祭拜冬月大地仪式 以表达对上天的感恩之心 并在当天中午11点至13点 以示太阳和地球重力位置一致时 进行立誕传统习俗 按照华人传统信仰 人们相信能在当天时间段成功立誕的人 将得到上天的祝福与好运 活动筹委会主席尼沙达尼沙达尼表示 此次年度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习俗 更是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 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把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传承下去 派台湾尼沙达尼沙达尼沙 med 每个月三十三 IT historian为育蛋 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民主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安排了抓鸭子比赛 该习俗现已成为一种民间传统活动 而随着一只只鸭子被泡入水中 参赛者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地 在自杀达尼河中争夺鸭子 为当天活动增添了无限乐趣 主办方还将于15日和16日当天 举办赛龙州比赛 希望通过该活动能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 让民众们积极参与和深刻感受 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美都新闻记者,张曼曼, Venus,采访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